這些目前來講的話 目前來講的話還是農務用品 所以是不是有違法 這樣子的話是違反區域居議局要法 第幾條? 21條的規定 那我問一下 如果違反區域居議局要法21條的規定 其實21條是有規定要求恢復原狀 不然暗刺計法 甚至是有要判居議 或有刑責22條 那是22條 那這多少年來 這個為什麼都沒有做 這個事實上在地方政府 我想南海政府他們在101年 103、104、105年 他們就是按照區域計法21條 有做暗測來處罰 那每次有一定加重的一個處罰 要求恢復原狀 那他們有要求恢復原狀 那每一次的公文 要採除的時候每次公文都會是限期他改證 然後要求他恢復原狀 我這邊看如果是區域計劃法22條 我這邊看區域計劃法22條 這邊規定 對不起 區域計劃20條說違反21條的規定 不依限期變更土地 或拆除建物恢復土地原狀者 依行政執行法辦理 而且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跟區域 對 那中東警規會判 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區域嗎 為什麼地方政府沒有 因為這一部分來講的話是由地方政府的一個職權 地方政府今天有來嗎 可不可以請 地方政府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 我知道你們壓力很大 我非常知道地方政府壓力很大 但我按照法令來看 為什麼 區域計劃21條要求限期改善 而且並回復原狀 那如果不依的話 1到22條 是有六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跟區域 為什麼這負責人沒有被管 這點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們在移送檢調方面 這一部分我們一直來都非常的謹慎 那我們從 我知道你壓力很大 我知道你壓力很大 讓我講完好嗎 好 因為我們這方面我們都非常的謹慎 那我們平均一年大約 有兩百多件的那個裁判案件 那去年到今年加起來 就大概有五百件的那個 五百件的裁判案件 那這五百件裡面 我們去年跟今年兩年 總共移送檢調 總共移送了五件 那移送檢調的比例 大約是百分之一左右 那我們這移送檢調的案子 都有一些它的特殊背景 那有什麼特殊背景呢 譬如說他佔用到林地 那林地所有權利一直對他抗議 那我們這一點 我們不得不移送檢調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 移送檢調就是 因為檢調來過我們要資料 那我們就順勢移送檢調 那這是第二種移送檢調的樣態 那第三種移送檢調的樣態 兩到三年下來 那這段期間 因為刑事判決尚未確定 我們就沒辦法再繼續罰你 我們就這樣子建議 然後就移送檢調 所以說我們移送檢調 這一個部分 我們一直來都非常的謹慎 那至於這件案子 我們現在受到社會大眾普羅的關注 那我們會請我們的取締小組 來裁決到底一不易解決 那目前我們11月3號有開一張罰單 那這張罰單的限改期 是到明年的2月2號 那等明年2月2號到期了之後 我們再由我們的區域計畫的取締專案責小組 來裁定後續的處理方式 廖課長 我知道你緊張 我如果是你 我的大老闆 許耀昌縣長 支持一個像這樣子的沙石廠 違法沙石廠的候選人大力支持 我是你我也很緊張 如果我是你我也很緊張 因為我知道現在是許耀昌縣長 大力的支持這樣一座違法沙石廠的 這個中東警議長 當然下面的基層的公務員一定很難做 一定很緊張一定很擔心 我知道這清楚 所以今天坦白說 我們這是立法院的這個縣刊 照理來說 其實我認為應該是許耀昌縣長 邀請許耀昌縣長來 為什麼 他沒有開法 但我必須說 剛剛講的理由 坦白說 不是理由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清楚 這是十幾年來的事情 照理來說 表現縣政府要要求這樣違法 違反區域具合法的情勢 要求限期改善 而且必須恢復原狀 今天很明顯 十多年來 這個沙石廠就是沒有恢復原狀 如果 二十一條要求恢復原狀 而不恢復原狀 我們就應該援用二十二條 是有六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 要拘役的 這不是 什麼 我們的條件很嚴苛 這不是 我們很謹慎的問題 依法 依法 就是必須要啟動區域具合法 第二十二條 有期徒刑 的刑責 這不是 這個 謹不謹慎的問題 你的謹慎 苗栗縣政府的謹慎 可能是違法的 但我知道 這是因為上面的學校舱縣長縱容 這是上面學校舱縣長現在還大力支持 我們的中議長 造成 你現在在這邊會這麼緊張 我們今天不苛責 先不苛責我們基層的公務員 但我們必須把這個事情 給揭露出來 這麼一個違法的砂石場 區域計畫法也犯 甚至剛才很多地方居民說 他們還有水屋的問題 還有砂石 可能還有空屋的問題 這麼多的問題 噪音的問題 是有開法 但從來沒有恢復原狀 沒有改善 但我們勸拿它完全沒有辦法 那我們等一下會再靠近一點 我們會再拍攝更多的畫面 但我們必須說 這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單一暗場 的違法問題 這是整個苗栗金權結構 跟政治生態 其實已經併入高昂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線刊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在地居民很期待 我們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第二個是 我們必須把這樣子的金權結構 跟政治關係給揭露出來 為什麼長期地方居民一直檢舉 地方居民一直不滿 受到影響 旁邊都是果農 都受到影響 但一直沒辦法解決 重點是 這一個議長跟縣長的這個結構 這是我們現在必須要批評 批判的地方 你好 各位 谢谢观看